2023年,我也是 Hello,大家好嘛 是剛剛過去的12月 整個月都很Holiday mode 有看球,聖誕到數Party 生理時鐘是完全打亂了 踏入2023年沒多久 又快要農曆新年了 不想工作的心情,我完全明白 這個星期,為了極速調整作息 重新建立日常的routine 找回生活動力 我靠的是寫手帳 寫手帳可以幫助我 keep track 我的生活起居習慣 更清楚我每天的時間用在哪裏 又可以見證我每天的微小進步 這些都是幫我解決 假期後遺症很重要的東西 煮完食後 就來介紹一下我用的手帳系統 我看著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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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再加水 我看著你 我來看著你 我看著你 我看著你 HELLO 大家好 很久沒有跟大家見面了 我現在想來介紹一下 我在2023年會用的手帳 其實我也有嘗試過 去用電話的APP 又或者是Notion這類軟件去做一些行程記錄 但是我發覺我真的是 對於電子的記錄 除了記像之外 其他一律都搞不定 覺得不適合自己用 所以我也是 去到2023年 我也是在用紙質的手帳 沒錯 首先第一本就是這本格子手帳 它裡面全部的頁數都是這些方格 方格 方格 這本其實我在成品買的 好像 30元左右 因為我曾經也迷信過 那些很貴價的品牌 紙質會好一點 好像漂亮一點 我曾經也迷信過 然後是買回來寫的 但是其實 發現其實平價的 也一樣是這樣用的 只要幫助自己的工作生活紀錄 就可以了 最主要就是用來記錄 我平時一個星期的計劃 我就是用這個時間續的方法 由星期一開始 至到星期日 例如這個就是1月的第一個星期 由2號才是一開始 到8號才是日 用時間續的方法去幫助我 記錄我工作上 或者生活上 個人要處理的各樣事務 就會是由 早上7點到晚上12點 時間續其實有一個很大的好處 尤其是對於我 有幾份工作的人來講 時間的分配是非常之重要 用時間續的話就會清楚知道自己 每一天在實際上 究竟花了些時間在什麼事情上 令到自己更加掌握到時間 可以醫治這個拖延症 還有我會用顏色做分類 例如這個淡紫色就是工作上的東西 深紫色就是其他個人的一些雜項 必須要處理的事情 做這個時間續 其實最重要的一點就是 必須要對自己誠實 即是就算平日在家裡 真的誠了一個下午的話 都要很誠實地寫下去 當自己看到誠了這麼多時間 浪費了這麼多時間的時候 這個拖延症就會慢慢治好 即是就會起床 要做事 對 至於時間續的下面 我是寫每天要做的事 每做完一樣就剔掉它 再在上面的時間續 記錄相對應用的時間 下面這個版面 我就用來記錄日常習慣了 看看自己一星期做了多少天 我想要去做的事情 睡覺和Screen Time的習慣 以及這個星期要看的書單 電影劇集 現在就一起來陪我設定下一個星期的版面 時間續 就算之前回到Full Time Office工作的時候 我都會用它來記錄每天上班要做的事 因為瑣碎的事很多 有些有時間性、緊急些 我就記錄在對應的時間旁邊 而在這裡 我就寫了整個星期的目標 有時候有些目標 不是可以一步到位 分拆細的步驟 安排在日常任務工作 另一本就是MUJI的這本 2023年的手帳 這本更便宜 它正在做特價 現在18元 我用它的用途 比較會記錄一些生活化 以及感性方面的紀錄 那個格式 其實第一頁就是一個 叫做 2023年一年份的月曆 我就會寫完所有的公眾假期 錄在這個表上 然後它就會是一些月計劃 由12月份開始 但是我今個月才開始用的 所以一月才有 因為我除了做freelance 寫東西之外 還要回兩份part time 必須要在這個月曆 錄下 我要當值回哪一工的日子 這個它的周計劃版面 周計劃我會用來記錄 因為我整個12月 Holiday mode 都比較少煮食 現在一月就想煮多一點 所以我就在一周那裡 分了一格 就記錄 每天的早午晚餐 煮了什麼 吃了什麼 中間那一格 會寫我實際在工作上 做了什麼 可以很細節地寫的 例如我拍片拍了多久 拍了什麼內容 然後這一行 就會有關於個人生活的紀錄 例如 可能那個日家 沒有做了什麼 撿拾了什麼 可能 清了衣櫃什麼衣服 都可以記錄在這裡 大家都知道 我有多喜歡紀錄 紀錄可以讓自己知道 每天做了多少 紀錄自己有沒有進步 有多少進步 就算只是日常 微細的進步 雖然射手帳未必是人人杯茶 但這件事真的在我很多次 焦頭爛牙的時候幫助到我 我覺得把日程 把習慣 視覺化 是一個很好的助力 這個禮拜因為中了 而令到有些習慣 或者是時間上 可能有些打亂了 幸好在這個禮拜完結的時候 我都完成了一些目標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